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在中國的廣州出海發生了一起 應該說是近幾年來最大的張憲宗事件 一些人可能對張憲宗是誰不太明白 簡單來說張憲宗就是一位名末的S人王 甚至中國一些地方還把他當神供奉起來 還蓋了廟宇,相當荒謬 當然看過我很多影片的老觀眾 肯定知道誰是張憲宗 事情是這樣 昨天晚上7點多的時候 一名62歲的粉紅駕駛一輛鹿虎越野車 在珠海體育館附近無差別的 當期的俠盜列車手GTA8964 造成了將近百名周邊民眾的不幸 現場慘不忍睹 這裡我就不贅述了 相關影片在X上都有 但是比這個更荒唐的事情來啦 甚至壓過當晚的熱搜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在同樣的地方珠海展開了中國第15屆航空展 更是邀請了俄羅斯的蘇57戰機 與珠海上空表演 開始就有小粉紅在洗地 痛罵傳遞珠海體育館背誓的人 那些中國網友都是漢奸賣國賊 甚至嗆珠海航空展 比這些都來得重要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截圖的畫面 建議你刪帖有什麼可刪的 官方通報都出來了 請各位黨員在業主的群組裡面 正面引導 全世界都關注珠海 在這個時候出現這個狀況 不一定是簡單的報復社會的小概率事情 不排除有境外事業故意作亂 請大家鎮定不要輕易上當 不轉發引起更大的恐慌 不轉發是為我們市民對國家最大的支持 肇事者已經被抓了 是否有別的事例呢? 一問就知道了 刪了吧! 沒錯,像是這個封城三年也是境外勢力干預 這個國家政策導致大家被這個 社會面轉移啊 還有這個清零嘛 這通通都是境外勢力干預的 接下來別傳啦 刪除吧 航展期間為國際大事啊 都上新聞了 總不能當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麼多人命 看了通報沒說人數 是吧 反手一個舉報 你舉報什麼呢? 人家說的都是實話 估計舉報撞的不是他自己 警方通報都出來了 請問想舉報什麼呢? 還在這裡發小紅書問的 到底是適合居心呢? 特別的IP還不顯示 明天航展 警方通報了 不信謠不傳謠 IP地址中國 這人啥意思搞事 反正不是我們社會的責任 責任全在 美方日方台方 對吧 是吧 感覺這事沒這麼簡單 看WB評論說 有石墩子擋著 車 我想問這個車又是從哪個位置進去的呢? 明天豬海展就開幕啦 中國開放一百四十四小時的免簽入境 好多外國人來中國旅遊啦 這是要對中國改觀 還是打中國人的臉啊 雖然看了這些留言覺得令人蠻生氣的 但我認為 可能不少人是在無奈的反串 揭起大家的憤怒 有時候在牆內直接喊著反共反共 你共產黨為什麼要壓這個熱搜啊 聲音可能很快就被壓下去了 所以出現一些令人費解的低級紅留言啊 估計不少是清醒的網友下去留言的 反正你中共官方確實在刪鐵 確實在壓熱搜 確實在為明天的行展 商事喜辦 那我就順著你的政策去洗地 何措之勇呢 讓大家去反思一下這種 商事喜辦 愛黨愛國的文化 是黨的面子重要還是人民的安危更重要呢 當然也不乏有一些真心這樣認為的粉紅 那我認為啊 多數這樣的可能是學生還沒有出過社會 是吧 還是非常左的 認為自己是國家的接班人 是國家的主人 可以主宰 一切 建設國家自己有一份使命 殊不知出社會之後 被鐵拳啊 看到官場的這個文化啊 被迫害 無法維權被打壓 建設國家變成躺平打螺絲按摩跑外賣 除此之外 令小粉紅還有中共中央氣哭的事情還有什麼呢 雖然龐佩奧被川普在X上官宣出局了 但是龐佩奧也在X上面公開回應川普 總統先生 我也以能與你合作為榮 正如上週我們見面時所談的 你我一起制定讓世界更加安全的計劃 避免了新的戰爭發生 但是昨天中共境外附水組織 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就痛罵 龐佩奧跟海力出局了 代表台灣政府亂花錢亂壓寶 請錯人來台灣 搞得現在兵兵戰危 我跟你說 今天如果龐佩奧 確定 是這個國防部長或是國務卿之類的 你還是會發吻說 換了這麼大硬派的人上來啊 台灣要危險了台灣要戰爭了 你一定還是這樣說 反正你的論調就是 以美論你的論調就是 不信任美國相信中共 結果今天紐約時報就表示川普即將任命 一樣被中共 制裁限制入境的 盧比歐議員為國務卿 這個議員他曾經推出了一個法案叫做 2024年對抗中共惡意影響法 盧比歐長期是友台的立場 經常為台灣發聲 是個妥妥的抗共鷹派 還是個友台派 至於這個馬文君或是中共立場的人 對於是何種老鷹上來 是沒有區別的 你知道嗎 你就不要換個比鷹更大的雕來對抗中共 到時候你連笑都笑不出來 所以你們這些中共同路人 真的別高興的太早 更何況 盧比歐在2020年就與賴清德 碰面開過會了 那你說壓錯保壓錯了什麼東西呢 本來就是要與任何反共的 他國政要或是學者 交好 不是說我只交好這個 或說我交好了這個 我就不去交好另外一個反共 不是這樣看待政治的 我相信你也不是這樣看待政治的 是吧 但我不知道馬文君為什麼會為了打擊民進黨 就用中共獨裁落馬的思維來看 民主國家的政治 我是不理解啦 甚至報導還指出 加快對台軍售小組的召集人 邁克華茲 渴望被提名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 馬文君 就他這種外交國防水準的 為什麼可以當上立委呢 川普上任怎麼可能會換親共的內閣 再來龐佩奧即便在川普任期的第一年沒有入閣 那就代表往後的三年他都沒有機會在入閣了嗎 即便這四年不入閣 代表他不會是這個 外交的政策顧問之一或是智庫團了嗎 都不會川普的政府都不會聽智庫 不會聽專家學者的意見了嗎 如果不會的話你又是用中共獨裁的思維 來看待智庫 看待專家學者 還有龐佩奧自己也發文表示 他跟川普還是有共同制定一些政策 而且龐佩奧才六十歲 六十歲對於總統候選人來說 是算 還蠻年輕的 而且他也曾經表示過想選總統 你說他未來十幾年都沒機會選總統了嗎 那你說壓保壓錯是壓在錯在誰身上了呢 是壓保壓錯在一個想要親共的人身上嗎 這樣才叫做壓保壓錯 如果這個黨派的人都是反共的沒有壓錯保之說 不要用獨裁國家的思維再來看民主國家好了 好嗎國民黨 又不是中共那樣落馬後就永久不齊用 還要入獄啊 這個入獄還是沒有任何審判媒體也不報導的 不要再拿柯文哲來比了 你如果拿柯文哲來比的話 去看一下清崗禮尚服衛奉合啦 所以台灣選出這樣的立委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際上 丟人現眼 你說一般民眾就算了你可是立委啊還國防外交咧 但凡有了解一點國際政治的都會知道 龐佩奧這次沒有被川普點名入閣 是因為川普的競選團隊還有一些金主的人 派系問題 不喜歡龐佩奧 因為覺得龐佩奧會擋到其他人的 這個升官發財的機會 所以不讓他入閣 不讓他搶走我們的風頭 但不管他們的派系之爭如何 在川普的帶領之下 無論內閣換誰 對中共來說是沒有區別的 只是水聲跟火熱選擇應對的方式不同而已 當然最後川普團隊 將如何決定這些人選 肯定在最後的關頭 還是有變數的 但我們可以從呼聲跟報章媒體可以寬出端倪 就是無論是龐佩奧還是盧比歐 都是人民呼聲高的人 都是人民覺得他應該可以當 以他的德是可以配位的 對他的採取也是可以配位的 所以川普也勢必會發文回憶民眾 所以才有了X上回憶龐佩奧的 是吧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一下 我相信在影片下方還是很多以美論代任務 甚至腦袋不清楚的人會說 川普對中國課徵 60%以上的關稅很棒啊 但是他課徵的關稅不是只有對中國 雖然對台灣對日本對韓國 甚至對這個其他地區啊 關稅沒有克得像中國那麼嚴苛 但怎麼來說也要被克個10%吧 OK這個我前幾天影片也講過 我真的很不想再老生重談啊 但是 為了避免被這些人 帶風向還是要講給觀眾聽 不然 那些影片不是說每個觀眾都看過 是吧 這些對 個別國家克百分之10 這是川普的談判條件 比如說歐盟啊 他是不是答應購買美國的天然氣 阻斷跟俄羅斯的天然氣的支援 這10%關稅 是不是可以這樣 是不是可以變3% 是不是可以變5% 甚至關稅都不用了 那對於台灣來說是什麼 你要不要提升你的國防軍備 你是不是應該自己付出最大的抗共力量 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10%關稅我們可以談 那就3%2% 甚至不用了 因為我看到你們台灣人是願意團結 沒有在那邊舔共的人 所以呢 這關稅我可以不收 我可以用別的方式 因為你們也有需求 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 是吧 那對日本對韓國可能也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在這幾年已經無條件的 這個逆差太多了 你說作為一個美國人 為什麼我要付出比你自己本國人 還更大的心理來幫你 你自己 台灣都有藍白那種才華法 在阻擋中央的預算 然後讓中央沒有錢在國防軍事上 那我為什麼美國要無條件幫你啊 到底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解釋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希望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帽子 下次見啦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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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感谢观看